我回来了 我不会 这个 走 这个 没有情形物的已不了我 小仙女 你回来了 想死我了 这是 给你的 谢谢 你不会又要向我冲婚吧 我没有 你别误会 怎么的 怕再次被我拒绝啊 也没有 反正我都被你拒绝习惯 我想清楚了 可能是我太心急了 你都没准备好 我就一直在 给你压力 我知道 结婚是一个女人 要把她的全部 都托付给另外一个 与她并不相干的人 是件大事 应该要深思熟虑 我会一直等你的 直到你准备好 你可不能现在答应我啊 怎么能一束玫瑰花 就能求婚呢 怎么着也得策划的 非常容忠才行 忍着 你放心好了 我忍得住 我知道了 童腔体不压通 等一下 干吗呀 注意身体 那个 发表 没放中 您 好 好了 快走吧 先回去吧 你上车 我看你走 你上车 好了 快走吧 来不及了 快上车 到了跟我说啊 好 上车 二零二一互联网行业年度颁奖盛典 即将开始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 是林克科技LUVNOX团队负责人 赵姜岳小姐 以及她的同事 请合影留念 这边 这边 赵姜小姐 那我们现在看到 向我们走来的是 网红钱晶晶小姐 以及她的爱人张浩先生 先生 看这边 这边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 财富投资负责人 许宁远先生 许先生 看这边 林克科技的董事长 金岳女士 以及顾佳琪先生 正在向我们款款走来 许宁 看这边 这边 这边 许宁 看这边 这边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突然有点紧张 怎么会啊 这种小场面 我们赵总怎么会紧张呢 不是颁奖的事 那是什么事儿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啊 让我们再次恭喜 丽凡科技 获得年度最佳 营销创意奖 下面 我们要颁出 今天最大的奖项 年度最佳 APP奖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 颁奖嘉宾 财富投资人 许宁远先生 上台颁奖 首先非常感谢大会 您让我来颁奖 年度最佳 年度最佳APP大奖 年度最佳APP大奖 得主是 考虑的 赵总职财富投资人 舍得主程 人快乐 你这次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林科科技的赵江岳 谢谢大家 给予《Love Note》这样的肯定 感谢林科科技的董事长 金燕女士 代言人钱晶晶小姐 以及一直以来跟我一起 奋战在一线的同事们 没有你们 就没有今天的《Love Note》了 除此之外 我还想感谢一个人 因为这个人 让我学会了勇敢